剛剛我們尊敬的周潔又寫了一篇 又寫了一篇 他不是已經爆發衝突 流血衝突了嗎 他說既然你實際不是發聲明 都感謝政府的協助嗎 跟各界的協助嗎 那這樣子你是不是就應該 把你的執行長把它放了掉 這樣表示負責 到底在講什麼啦 人家實際發那一篇 其實他講得非常清楚 他說顏博恩執行長講的 都是去年媒體報導過的東西 所以就表示什麼 人家告訴顏博恩執行長講的是事實 不就這個意思嗎 然後感謝政府與各界的協助 拜託這就是一句標準的客套話 尤其是我們的政府現在這麼假掰 政府天天想要把人調路燈 那你不討好他一下不跟他講幾句客套話 到時候你們這些神經病不是又翻了 所以人家在講客套話 你就把它當作 你知道網路上一堆人在講 你看現在實際承認了吧 是政府在協助 拜託你們中文是跟狗學的啊 是哪門的 你知道胡說八道什麼東西啊 鬼扯什麼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非常清楚了 當初擋到那麼離譜 老實講他們一開始說 BNT是中國製造的人是誰 是陳時中自己啊 自己啊 然後王定宇他們幾個側翼跳出來一直講啊 然後你們找進了千百種各種理由就告訴我們 要不然就買不到 要不然就不可能買到 要不然就啪啦啪啦一大堆 所有理由都是你防疫指揮中心講的喔 那可是同樣的 美國要贈送莫德納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阻攔 完全沒有啊 不是就直接就說好 我們直接就給授權了 日本要送AZ的時候 那時候全世界各地打AZ出了很多問題 人心惶惶的時候 他要送你們還不是立刻授權 那為什麼BNT就不行 為什麼BNT到底有什麼特別 他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他不是跟莫德納一樣都是mRNA疫苗嗎 那為什麼你們當初就會 就會告訴我一大堆奇奇怪的東西 為什麼美國人送進來的時候 就不需要八大證明文件 為什麼奇怪了 BNT就要 然後等到 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們都告訴我沒有黨喔 然後結果呢 居然是 上人跟 蔡英文視訊一個電話之後 就OK了就搞定了 如果沒有黨的話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 再來講他居然跟蔡英文溝通 也沒有用啊 因為是國際上在黨 因為是有人在黨不是嗎 那跟蔡英文溝通怎麼會有用呢 可是偏偏就是跟蔡英文溝通有用啊 所以代表什麼 蔡英文在黨 不就這個意思嗎 那你們現在很多人還在撇心啊 說都是陳時中都是誰誰誰 好像一部蔡英文被蒙在鼓裡 最後他英明睿智 出來之後了解實情 立刻宣佈同意 然後就同意了 才不是這樣耶 陳時中算哪根衝啊 不過是個衛福部長 有多大 有什麼了不起 蔡英文隨時可以把他換掉啊 如果是陳時中 自己一直故意在那邊擋的話 蔡英文早就把他幹掉了啊 那陳時中為什麼可以擋那麼久 只有一個理由 就是因為蔡英文在擋嘛 哪是陳時中在擋 所以 我跟你講當初陳時中 急不急 其實他急耶 其實你們如果注意到 當時的狀況的時候 一開始陳時中其實並沒有那麼反BNT 對 還一開始其實並沒有那麼反 記不記得那時候林權在談的時候 其實他是馬上就跟大家宣佈 那時候自由時報 對 馬上宣佈 自由時報不是還講說BNT我們也買到了 對 所以一開始陳時中的態度 其實並沒有反對 對 是後來顯然有人不高興嘛 告訴他說BNT不能進來 進來我們高端怎麼辦 所以他只好態度180度大轉變 所以 你說陳時中現在會叫區 我覺得某部分可能是事實 對 因為真正要擋的人其實不是他 是蔡英文 就是這樣 我要讓他啞巴吃黃臉啊 他也不能算啞巴吃黃臉 你跟他共犯結構 你好歹是個人吧 坦白從寬抗拒從年 講出來 我講個實在話 說真的你陳時中 你好歹也當到牙醫公會理事長 你也活到六七六十七八歲 你如果不滿意這個 你可以不要幹吧 你可以把事實真相告訴我們說 都是蔡英文在黨 不是我要黨 你可以講吧 那為什麼你不敢講 不敢講就是共犯啊 還有什麼好講 你有什麼好委屈的 一點都不委屈 因為你想做官嘛 因為你好想選台北市長嘛 所以你就當了共犯 當了共犯就活該 就這麼簡單 就跟鄭運彭去幫林志堅護航論文 他現在也是共犯一樣 一模一樣 沒什麼冤好喊 因為你們自己為了得利 所以只好媚著良心做事情 就會出現現在這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當初郭董是怎麼講的 我竟然那時候梁文傑議員 還跟我還跟我在辯 辯到我後來 講到後來 他整個結結巴巴講不出來 因為就是你們整個民進黨在黨嘛 你們多少側意在黨 還有意思講 然後我覺得現在這個已經完全失去理智了 而且從周姊最近這 連續的這樣的動作 對幾波操作下來 其實是不是他真的實際上是你們國民黨的臥底 因為他現在這樣做拼命跟實際對著幹 完全對國民黨有利 對啊 我講實在話 你這個事情其實正常的處理方式是怎麼樣你知道 顏博文講了這句話之後 所有人至少民進黨跟他的策異 應該所有人當中沒看到這件事 對 媒體也都不要幫大家就結束 就結束了嘛 然後綠營的媒體都不要問嘛 反正他們媒體多嘛 然後就沒事了 結果是現在這一些人 策異一波一波把他抄起來 而且出來戰慈忌耶 所以我現在慢慢有點相信 其實網軍是國民黨洋 都是國民黨在弄的 不然的話 怎麼會有人笨到做這種操作 然後陳時中自己本身也很笨 對他來講最好的方式就會告訴大家 我現在專心在選台北市長 對 我這個問題現在 防疫中心指揮官是王必勝 你要去問王必勝 因為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很好推脫的東西 結果他就是忍不住一講再講三講四講 就好像偷窺那個影片出來之後 明明正常人都想劍罵把他忘記 然後他每一次只要記者一問 他就說偷窺偷窺 不斷在急 生怕人家忘記這件事情 陳時中真的幹得好繼續努力 陳水扁 陳水扁也出來講話了 那我覺得有一點點奇奇怪怪 他提到的是陳水扁呢 在當年獨牌綜藝推動了健保總額制 也就是避免這個醫療的預算 被無限的膨脹 所以呢他稱他是健保總額制之父 認為呢他有這個霸性任性還有賭性的特質 所以最適合當台北市長 我先請教賓哥啦 就是說阿扁這個時候出來是很明顯的是 要幫他洗白一下啦 轉移焦點一下啦是不是 但是又不好攻擊慈激嘛 所以就用這個這種方式有效嗎 說他是健保總額制之父 我老實講阿扁因為上次不小心講了一個實話 結果一直在洗是要洗自己 遭受到超級大的壓力 所以霸氣如阿扁都知道趕快轉口說 他是繼我之後第二個民進黨跟台北市長 要趕快這樣講耶 完全推翻自己才幾個小時之前講的話 所以你就知道阿扁承受多大的壓力 那可是問題是阿扁真的是這麼 然後單怨的人嘛 他會這樣子就是說 因為這樣你就跟哈巴狗一樣搖威起臉 然後去幫陳時中抬轎嘛 不會的 所以你看他發這段文字 表面上好像不斷地在稱讚陳時中的霸氣 任性 實際上他在酸他啊 在酸他喔 他酸得很離譜啊 是喔 你要知道健保總額制難道是一個很好的制度嗎 健保總額制出來之後 自從陳時中在推這些東西之後 台灣我們過去健保很多 說我們可以用到藥 現在已經用不到 對這是真的 對啊 他都給你一些刺激品 對 要不然就是超過一定的額度 政府就不給付 就是來這一套啊 就是就是陳時中推動的 所以我們的健保 我們寶費繳的比過去多 可是我們能夠得到的保障比過去少 這就是陳時中推出來的東西啊 然後他表面上好像推從說 你看陳時中是這個支付 實際上阿扁的意思是什麼你知道 你們的健保現在這麼難用 就是陳時中害的 其實他意思就是這樣 他的學外基因 然後再來他特別講霸性 任性賭性 賭性 我為什麼要講賭性啊 我跟你講很簡單 實際上阿扁這三個 霸性任性聽起來好像還不錯對不對 對啊 其實錯了他就告訴你這個很阿拔 然後死不認錯所以任性很強 然後賭性什麼 他就跟你硬要凹到底 我就賭啊賭看我是不能夠過關 他就在講陳時中人格特質啊 他只是換用另外一種話術來講而已 所以阿扁其實我相信 他根本瞧不起陳時中啊 因為你要知道阿扁是當過總統的人 他在當總統的陳時中是誰 不過是副署長而已對不對 那現在你一副阿拔的鑰匙好像一副跟真的一樣 阿扁是瞧不起他的 只是現在他受到壓力 他不能夠直接明擺的反對他 不然他可能 可能現在享受很多特權就消失了 所以他只要用這種方式去酸他 那反正阿扁用這種隱晦的方式去酸 民進黨也拿他沒責 也不敢真的動他 所以我覺得阿扁其實最近也辛苦了 可是呢我覺得陳時中最重要的重點 就是我也一直在強調的是 因為這個人是一個神仙也難救的草包 你知道嗎 他真的是一個他比鄭文菜還離譜 超級福不起大家懂 因為這個人每天都在自爆 我知道你要去籠絡這些中醫師是沒有錯 可是你未來是要當台北市長的 你告訴他說未來你要推動中醫的這些相關東西 那請問一下你當衛福部長的時候為什麼不做 你之前是衛福部長不是嗎 那你可以推動嗎 那你當衛福部長的時候可以推動 為什麼要等你當台北市長才推動 你腦袋有問題嗎 你是有什麼毛病嗎 然後為了去圓謊為了在鬼扯 講說什麼任何國民都可以去衛福部溝通 你看好了哪一個人直接走進衛福部說 我要找王畢生溝通溝通 你覺得這個人會有什麼下場 這不是胡說八道嗎 那他現在是真的急了 所以我覺得陳中現在的所有的表現 是越來越荒腔走板 所以兵根那我就直接問了 因為你知道在PD上面的論壇 大家就開始講說 陳中現在應該是已經涼了啦 因為他選前被自己瘋狂加分 現在已經外溢出去了 所以大家就在討論說 陳時中得票率會不會突破姚文治當年防線 我老實講如果他持續用目前 現在這種選戰的打法 讓陳時中那個破嘴在那邊 哇啦哇一直到處不斷的自己自爆 去回應媒體的話 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是喔你覺得他繼續鬧笑話 真的很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所以是不是會連民進黨的基本盤 都投不下去 你要知道姚文治其實四年前 本來也沒有那麼差耶 對 前期的時候還要 他是後來到選舉中期的時候 他自己整個感覺上就是一種 自暴自棄的選舉方式 所以整個破功讓大家覺得 你投姚文治真的是侮辱自己 所以只好到最後只價17%多 那現在陳時中他這樣搞 因為陳時中比姚文治還要離譜喔 姚文治只是讓人家覺得他的政策 天馬行公 不知道在胡說八道什麼 可是陳時中是 他提出來沒有用的政策也就算 他得罪了民進黨最基本的支持者 也就是年輕人 也就是他有拉高不斷的拉高仇恨局 他過去就已經害死了這麼多人 然後再加上 他有一個更倒楣的就是疫情 現在中秋節已經過完了 疫情馬上就要爆發 疫情一爆發之後 大家都會想起陳時中了 而且你現在去講說 你沒檔疫苗沒有人會相信為什麼 因為你不只檔疫苗 你還檔得快篩耶 你忘記這件事了嗎 你什麼都在檔耶 所以你給人家的這種仇恨印象 實在太深刻了 你們最好的方式本來是 盡量必談這些問題 結果你們還一直拉著去講這些問題 太棒了 我說真的 搞不好陳時中有機會 突破13%都不一定 C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ZPI714 想有折扣喔 完全是豐富